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天蒙之中有着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 何高安的任务已经清楚地交代出去 每个人各司其职就好了 不应该让你知道的事情 无知一定是最好的 夜幕之中 来自于天蒙的这名杀手 安静地趴在顶楼 就好像是一块石头似的 他的眼睛则一直盯着下边的这座私人医院 等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而李高楼的车 也就在十几分钟之后到达了这 没错 夜琉璃的确在这 李高楼从一开始就打算用这件事情 去吸引天蒙的注意力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夜琉璃现在的情况 他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尤其是夜琉璃身上那个明显是来自于某种注射器的针孔 加上他身体里边一直都没有停止的能量涌动 这些问题李高楼得搞清楚啊 那就必须得依靠这个计划 夜幕之下这片区域相当的安静 这种安静呈现出一种荒凉感 事实上这片区域是李老蒙啊 跟李高楼商量之后选定的 相当偏僻了 毕竟啊 大家都知道后边要面临着什么 所以必须把这件事情啊 足够引起重视 而且把范围啊 尽量缩小 这地方之前已经被荒废了 因为诸多原因一直没有被重新开发投入使用 那么选定了这样一个地方 就算爆发了什么大的冲突 也不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车子停下的时候 李高楼环视四周 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空气之中有种莫名的紧张和危险感 如今的李高楼 他自身情况非常复杂 所以他的感知力绝对不是其他人可以理解的 此刻他就有种直觉 天蒙的人已经来了 就在李高楼下车之后 从医院门口的位置 一个站在那的男人快步走了过来 李先生该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 李高楼朝他点了点头 这人他认识叫田青 之前李老蒙带着他见过自己 这一次医院这边对叶琉璃的看护工作 实际上啊由他来主要负责 在国安行动队的内部啊 这田青也是个能力很强的人 一边朝着门口走去李高楼一边问 有没有发生什么异样啊 暂时没有 敌人还没出现 田青马上达到 他自己也显得紧张 看样子他丝毫没有松懈 这种情况李高楼已经猜到了 天蒙的手段他也知道点 但也却仅仅是知道一点 这么一个强大的组织 如果准备行动的时候 很多计划那都会相当的周密 正是如此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 当天蒙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 那一定是催枯拉朽 要求一招致敌 所以从现在开始 每分每一秒都不能放松 因为叶琉璃就在医院里 而且啊机会也就只有这么一次 就这样两人来到门口的位置 通过安保的关卡之后 进入了医院 长长的通道 整个医院的布局啊 倒是相当简单 通道里啊 安置了很多摄像头 这些都是田青带人啊搞定的 实际上整个医院之中 现在大部分的人手 都来自国安行动队 原本按照李高楼的想法 是打算让二独过来负责这件事 不想占用国安行动队 这边太多资源 但是李老萌去坚持这么做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牵扯到了天蒙 这已经上升到了 一个不同的高度了 所以国安队 必须重视起来才行 李老萌的这种想法 李高楼可以理解 任何一个知道天蒙存在的人呢 都会清楚这组织 究竟可以给别人 带来多大压力 沿着面前的通道 李高楼最终进入了地下去 不得不说田青的手段相当不俗啊 这才多长时间 整个医院处理的相当干净 明明是一家已经废弃了的医院 他却搞得跟个地下基地似的 叶琉璃所在的位置 是地下室的核心部分 当防护门打开的时候 李高楼看见了王爷 除了王爷之外 就是躺在手术舱里的叶琉璃了 看着李高楼走了进来 王爷问了一句 要开始了吗 跟李高楼之间的关系 让王爷对很多事情啊都能猜出来 李高楼会在这样一个晚上来到这儿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庙等的人应该是到了 李高楼朝着王爷点点头 就这一个动作 实际上所有想表达的都很清楚了 同时李高楼啊 也问了王爷一句 他还没醒过来吗 他走到手术舱旁边 田青则是在门口的位置注视着这边 王爷只简单的说了两个字 没有 在叶琉璃被转移到这之后 王爷就一直守在这儿 说到底李高楼最为信任的人还是王爷 这一点没什么值得质疑的 尤其是这一次要面对的 可是来自天盟的高手 所以王爷的力量 要比其他人呢值得信赖的多 说着话 李高楼到了手术舱旁边 然后他把这手术舱打开了 伴随着这个动作 李高楼集中了自己全部的精神力量 去感知叶琉璃此刻的状况 最终的结果跟之前一样 如同是一股燃烧的能量 整个房间就这样沉默着 然后突然之间呢 呼隆一声 巨大的爆炸升起 整栋大楼似乎都开始跟着摇晃 李高楼眉头一皱 发生爆炸了 他同时看向了田青 田青反应更快 已经马上啊 通过通讯器发出了命令 怎么回事 第一番队 马上改到核心区域 不得不说 他们是相当的训练有素 而且有着应急预案 叶琉璃的位置就在核心区域 所以不管外边发生什么 没有什么比叶琉璃更加重要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 在这样一片区域附近发生爆炸 实在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基本上可以断定 天蒙开始动手了 田青这边的通讯器 立刻响起了外边的回答 医院旁边的大楼突然发生爆炸 整个大楼应该是塌了 第一分队马上到达核心区域 封锁全部入口 等待下一步指示 随后田青吩咐着 随即挂断了通讯 差不多十几秒吧 门口又进了三个人 全副武装 脑袋上来戴着特殊的头盔 面具 同时把房间的大门完全锁死 这应该就是第一分队了 从头到尾 把这一幕看在眼里 李高楼却觉着事情没这么简单 天盟好端端的要动手就动手呗 还弄出个爆炸来 这不打草惊蛇吗 所以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想到这儿他瞧了王爷一眼 王爷同样朝他看了过来 气氛可变得紧张起来了 田青稍微停顿了片刻 李先生 是不是天盟动手了 显然此刻的田青也非常紧张 尤其说到天盟的时候 声音明显都压低了很多 听到这话 李高楼看了看他 然后点了点头 没错 一定是天盟动手了 那 现在 我将这儿全部封锁 他们应该没办法进来吧 你太小看天盟的力量了 他们已经来了 而且 就在这个房间里 就在这个房间里